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斯 希望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FB Twitch BB還有discord 好在今天的 幽城在臨的微信官方 公告了這一次的神兵情報 那主要是 冰熙 幽影音熙 然後龜兆 然後魔化紅武森水酒跟 哦就這樣四隻 123對四隻 好我們先看 那個幽屬性的音熙 那他的神兵技能呢 是每攜帶一個有益狀態的時候呢 傷害提高1-2% 那最多最多可以到10% 就還可以 算是ok的 因為他提高傷害 那因為後面這個是增加 大於等於三個buff的時候 行動結束時會獲得一成燕燭 燕燭啊就是 快速增加燕燭的buff 快速雷加 那氣血大於等於90-50%的時候呢 三個放眼鏈的敵人說 要治療效果降低25-50% 就是 嗯 不能說完全沒有 就是多少有一點效果 我們之前的 之前的音熙是 那個移動力降低嗎 那他右音熙是把這個 擋擾性的這個效果 的debuff 加到神兵身上 但是沒有說到非常好 也沒有說到很爛 就是尚可 我認為是 尚可 好 那再來這個雷屬潮性 那基本上看了神兵之後發現 啊這個神兵給的還真剛好 好 他的主要是每移動一個 攻擊之前移動一個 你的物理穿透提高3% 3%到5% 那最多最多可以到 呃5% 啊就是結加5層 然後15%到25% 那累積主動移動到 14到10格的時候 就是可以累積 哎不是累積啊 就是 就是累積累積移動10格 那你就會自己獲得一個賞幣的狀態 我覺得挺不錯的 就是不管加 爆擊加傷害 加物穿 他都有 他天賦有加 我記得天賦加爆擊啦 然後 神兵的話是 提高穿透有物穿耶 我記得 潮信是沒有加物穿的 而且重點是 行動結束時 累積10格還可以增加賞幣 就覺得還不錯了 給的蠻好的 所以歸到 這隻角色 我認為是可以 抽的是不會後悔的啦 好我們來魔化黃浮生 那你自身範圍 兩圈範圍內呢 如果存在雷跟暗的屬性角色 物穿提高10到28 那你攜帶直入狀態之後 反擊傷害提高到 10到28 反擊4成加1 大部分人都覺得 魔魔 就是魔化黃浮生 那倒很好 可是我覺得 你有 有提高 加射成加1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啊 我個人覺得是不錯的 沒什麼重點 就這樣而已 而且又提高5穿 我覺得沒有不好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這個是我一定會開的 水酒是大家覺得 不是很好的 好像坦克的宿命 是不是都這樣啊 他的氣血大約等於80%的時候 雙方提高7到15% 那你攜帶儲物量的狀態的時候 受到治療效果 就是提高10到30% 我覺得後面這一個 我覺得真的是普普通通了 然後你說移動力加1 嗯 我覺得移動力對坦克來說 而且你又打PVP的話 移動力的真的覺得 不是很重要 對 然後你氣血又要大一點80% 你雙方才提高 其實挺不好的 也沒有到非常不好 就是 就是 要開神兵的還是會開 因為你不開神兵 你有些東西的buff 也是拿不到 不是也不是buff啦 因為你開神兵 你需要開一些 那氣血啊 攻擊啊 防禦啊 會多少加一點點上去 所以 你要那你的 水酒強一點的話 那個還是要點的啦 只是說 這個技能給的好不好 真的是 不是很好 我自己是覺得不是很好啦 但也不至於到爛啦 不至於到非常爛啦 對就是 就就 嗯 好難說 這是蠻不好的啦 啊我到底在說什麼 反正就是以這次字來說 水酒給這樣的 神兵技能的確是 不優啦 嗯的確是不優 那其他的我覺得都還不錯 沒有到很差 就是水酒還蠻差的 好了 啊這次是這一期的 這個神兵的情報 那有什麼問題 歡迎帶幾下跟大師 約人討論 那我們這期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的頻道 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謝謝收看我的IG FB 追取BVD 還有幾次過 感謝各位 今天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